在众多肉类中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一定是贴丘标的首选 最好的五花肉 在接近猪后臀肩的部位 这里的五花肉 五花三层分明 肥瘦肉厚度相当 一整块五花肉 厚度为一寸左右 厨师用刀将五花肉表面进行修整 以保证五花肉表面的平滑 接着将整片的五花肉横向切开 上下厚度要尽量的切均匀 但要注意 五花肉不能切断 切开以后 依旧要手尾相连 处理好的五花肉 还要放上新鲜的辛香料 然后均匀的涂抹在五花肉的每一个地方 仔细的按摩 让香料渗透进猪肉里 为了增加香气和丰富口感 还要放上一把香菜 以不带皮的一面为开始 向另一个方向卷 尽量的卷紧 让猪皮整个包裹猪肉卷 接着用